周四早上,加拿大议会预算官伊福吉鲁发布了一份最新报告表示,由于疫情影响,今年的联邦政府赤字可能达到2560亿加元。 得出这一结论,一方面是基于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支出的紧急救援金大概为1690亿加元,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目前加拿大经济产出的历史性下降。 伊福吉鲁预测,2020年加拿大的经济可能要萎缩6.8%,这将是自1981年以来经济表现最疲软的一次。 他强调,这些数字只是基于许多可能情况的推测,并不是确定的估算。 而在发布这份报告的前一天,加拿大总理贾斯丁特鲁多承诺,将于7月8日就联邦政府的财政现状提供一个概述说明。 另外,加拿大统计局周四发布了最新报告显示,5月份的加拿大年通货膨胀率为-0.4%,这是继上月以来第二个月成负值,4月的年通胀率为-0.2%。 BMO的经济学家本杰明·李慈表示,疫情造成的经济打击以及封锁措施,正严重影响着通胀率。 这是自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跌幅。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还指出,在统计局跟踪的类别中,一些类别的价格下降,如交通、服装和鞋类,其中汽油价格下跌了30%,这是影响5月通胀率的最大因素。 如果扣除汽油的话,5月的通胀率因为-0.7%,至少还是正值,另外也有一些其他类别的价格在上升,包括食品、车保险和住房成本等,其中肉价上涨了7.8%。 感谢观看